北京时间8月14日,中超联赛第18轮展开争夺,首场比赛北京国安5比2大胜大连一方,单赛季双杀对手,几分榜上4分优势林桃,把压力给了鲁能和上岗,恒大,射手榜上,把坎布没开二度, 进球数达到13个,紧追无垒,展现出很高的进球效率,国安36分领跑,大连16分排名倒数第三,两队的实力差距明显,本场比赛,国安的前场进攻阵容几种,把坎布回归首发,大连缺冰烧将,秦升和穆谢奎,朱小刚三人停赛,这对大连的影响很直接, 从场上的局面看,国安强大的攻势压制大连,把坎布抓住机会打破将局,奥古斯托的胜门打在比埃拉身上后折却破门,国安2比0领先,尽管雷腾龙自败乌龙,但普城和奥古斯托先后进球,国安4比1锁定胜局,摧宁安翻回一球后,把坎布没开二度,国安最终5比2击败大连一方,拿到两连胜后, 积分达到39分,4分又是领导,在国安赢球后,鲁能,上岗和恒大就有了追分压力,半轮鲁能主场对阵华夏,上岗主场对阵富力,恒大可场挑战建业, 对此队来说,比赛不容有失,必须要全力拿到3分,才能在积分榜上给国安压力,保级区,贵州客场挑战圣花,重庆客场对阵苏宁,人和和亚太直接交手,这三场比赛也会对保级局面带来直接影响。 此外,天津得比,泰达和全界的对决也会很激烈,拼手榜上,上岗无泪进球后独自领跑,但是追赶者依然很多,半轮把坎布率先没拍二度,进球数达到13个,距离无泪只有一球的差距,无泪想要拿金靴,要面临更大的挑战。 当然,上岗半轮对阵复利,复利的防守并不稳妥,无泪有机会继续进球。